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介紹一個一個的力量所造成的侵蝕搬運跟沉寂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流水 就是河水啦 會流動的水 改變地表形態的最主要作用力是流水 或者是侵蝕的最主要作用力是流水 這兩句話是一樣的 以前都考過 都考過 因為流水有很多的汁油 它有很大的流域 所以它的影響非常廣淡而深淨 那麼什麼東西會影響到流水的侵蝕能力 流速 流速比較快的 侵蝕搬運能力強 流速比較慢的 侵蝕搬運能力比較差 你們父母親開汽車到那個加油站旁邊的複色洗車場 他會拿那個水柱去把你車先沖一沖 他拿怎樣的水柱去沖啊 強力水柱噴得很快 他會拿個捲捲細油去沖啊 那樣沖不掉啊 所以流速快 侵蝕搬運能力強 流速慢 侵蝕搬運能力差 那誰會影響流速 這三個 這是舊課本寫的波度流量摩擦力 你看就知道 波度抖 流速快 流量大 流速快 摩擦力大 流速慢 這個是舊課本的東西 他寫給你說 這三個會影響流速 你看一看 知道就可以了 重點叫做流水的流速比較快 侵蝕搬運能力比較強 可以搬走比較大顆的 可以搬走比較多的 OK 然後流速慢 侵蝕搬運能力比較差 流水的侵蝕有三種 一種叫做向下侵蝕 主要發生在 主要發生在河川的上游 會往下挖 往下挖 所以有什麼作用 加深的作用 會使它越來越深 它會造成一個特殊的景觀 叫做B型峽谷 圖上面 你有看到一個V嗎 沒看到 V 有V型峽谷 這看到一個V型峽谷 所以流水的向下侵蝕 會造成V型峽谷 記得這個V 因為單位要對照 等於後面要對照 後面要對照 V型峽谷 除了向下侵蝕之外 還會向旁邊挖 叫做側向侵蝕 往旁邊挖 叫側向侵蝕 然後呢 因為向旁邊挖 所以會越挖怎樣 越寬 越挖就會越挖越寬 越挖越寬 叫做側向侵蝕 所以有一個向下侵蝕會有加深的作用 有一個側向侵蝕會有什麼 加寬的作用 加寬的作用 OK 最後還有一個叫做向緣侵蝕 向緣頭侵蝕 這個又是讓我心中暗爽30秒的事情 原因 你很難在想像中流水向下流 為什麼會對上游產生 為什麼會對上游產生侵蝕 那麼於是 我就舉個例子 瀑布的後退 瀑布的後退 來 我們要在這裡 這一邊是一個瀑布 由誰要流過來 越衝越衝越衝出掉 本來瀑布在這裡 現在到這裡 向緣頭對不對 向緣頭 向緣侵蝕 向緣頭侵蝕 瀑布後退 那為什麼心中暗爽30秒 因為前兩年學測就考了這一題 就是你畫個圖 現在在這裡 等一下在這裡 問你發生什麼事情 學測沒有考 他叫向緣侵蝕 你只要知道他叫做 侵蝕就可以了 發生了侵蝕作用 所以瀑布後退 然後他就會 因為向緣頭侵蝕 所以就會使他越來越怎樣 越來越長 所以 向緣侵蝕有加長的作用 我們現在講了 流水侵蝕有三種 哪三種 向下侵蝕 側向侵蝕 跟向緣侵蝕 向下侵蝕我交代了一個特別的景觀 什麼景觀 B型強 然後呢 向緣侵蝕我舉個例子 步步後退 決策跑步步後退 這就是 我們交代有關於 流水侵蝕的部分